大家好,我是馬蘇 又到了台岡戰報的時間啦 進入到8月,台岡熊英打出一波連勝 8月首場比賽,雖然面對統一師二軍以1比8落敗 但從3號面對海沃勒天二軍開始 熊英們拉起一波連勝 杜嘉明對戰日級投手尤歸 首局就轟出全雷打 台岡熊英中場以7比5贏得勝利 接下來與富邦漢將二軍的交手 在0比6落後的情況下 7局下一輪猛攻先嘴平比數 9局下再由戰軍二軍打點王的曾成佐 敲出再見安打 帶領台岡熊英以7比6逆轉勝 8月8號對戰中信兄弟二軍 角色上打出3個人次 猛攻九分大局 中場以11比3擊退對手 接下來要看到我們先發投手李星穎 面對衛圈龍二軍 角出5局失兩分的好投 拿下生涯二軍首勝 讓台岡熊英將連勝進入推進到第四場 隔天再次對戰到海沃熱天二軍 熊英們各個打擊大爆發 其中 杜嘉明、曾成佐同場開轟 團隊合力擊出20隻安打 中場以15比14贏得勝利 向那5連勝也創對死新高 以上就是本次的台岡戰報 我是馬叔 我們下次見 歡迎收看 盈盈來台岡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松編 今天我們節目的主題是 文化英勢力 那邀請到四位 文化幫的選手 首先是我右邊的 這位今天最年輕的 一軒 嗨 大家好 我是台岡熊英的陳一軒 下一位我們的大學長 嗨 大家好 我是吳明洪 那文化大學51屆的校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希凱 我是第55屆 大家好 我是孫醫生 台岡熊英13號 然後我不知道第幾屆 抱歉 還抱歉 非常有禮貌 好 那今天我們 這次算是最多人的一次 這一集我們邀請了四位選手 那希望讓各位學長學弟們 能夠來聊一下 在文化大學的生活 那 先問大家 我們從學長這邊開始 先那個 文化大學有沒有什麼 大家 棒球隊應該要知道 或大家都會知道的一些 共同的一些事情 回憶有沒有 回憶喔 其實比較 比較大家知道 應該是仇人坡吧 你只有那一條路可以到 那個商店街 那一條路其實 很多妹妹子 希凱在那邊 點頭如搗蒜 看起來應該是常常在 沒有沒有 其實其實我 我的 文化大學的我的記憶就是 就是很認真在讀書 畢竟 畢竟 節目剛開始 一分鐘就開始幹話 這什麼都 太快了是不是 好沒有 我覺得文化大學 應該就是風大雨大 對吧 然後冬天的時候會特別的冷 就是會冷到 冷到真的是 學長會叫我們去買晚餐 都不想去買 學長像學長會叫我們去買 一定要去買 一定要去買 學長的肚子要 我那時候都是幫學弟買 幫學長買早餐 怎麼都是 學長到底叫學弟做多少事情 就是還要走下那個醜人坡 然後到那個商店街 所以很遠吧 有一段路 但是就是下坡 然後上來是上坡 夏天其實都還好 冬天的時候 真的 夏天的時候就不行 我這邊殺個體 剛才忘記介紹一位 靈魂人物 我們今天的 馬叔 剛才沒有麥克風 現在有麥克風了 來跟大家找個招呼 嗨 大家好我是馬叔 那好 那一軒來分享一下 過生日吧 生日的時候 盡量不要讓學長知道你的生日 大逃殺就對了 因為你讓學長知道你的生日的時候 你那個晚上 就要準備被綁在那個 綁在樹上 就綁在樹上 然後樹上 綁在樹上 對 大家就會 大家就拿著水球 一年級會負責裝水球 哦 那個 那個應該說那個傳統 那個是逃不掉的 因為有規定生日的前妻後期都一樣 前妻後期 前妻後期 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是從 我們上一屆 流傳下來的 找到充手了 找到充手了 那前妻 是姜妹嗎 對姜妹 然後 姜妹是比較 應該說 活動的策劃者 我們會先就是綁在樹上 然後全體大合照 先拍照 我這樣流傳下來也很久了 對呀 因為好玩 好玩嘛 一隊有30個人嘛 那只有一個人痛苦啊 那29個人是開心的啊 那當然一定會流傳啊 如果我是壽星 我是不會覺得這一次是好玩 那因為你被弄完了 那你下一次 你一定會記得他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對對對 那我很好奇 姜妹 有被弄嗎 有啊 他被弄很慘 因為通常被丟的人就是會包那個什麼 軟墊 護具啊 然後跟那個 給他帶那個鋼盔 反正就是讓他盡量能逃就是被打到 然後那時候姜妹就是 這樣帶著 然後這邊 這樣帶著 砰 然後那個就破掉 丟到整個臉盆破掉了 大學 我剛剛在想 大學招生招的不很好 是不是因為 這應該 誰敢去讀大學 可能這個播出去之後吧 對對對 感覺起來就比較沒有什麼界線啊 就是玩的話 大家講好 就是在球場上以外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蠻像 就哥哥跟弟弟這樣子 文化出來都是模範生啊 真的齁 因為我們是最高學府 那這一集要播出的時候 大概應該也是 那個 那個開門的時候 看誰要至高奮勇講一個 八字最重 我們那個 那個 西凱 我嗎 我還好啊 我就是坐電梯 有一個那個電梯那個 文化的鬼故事 那個 你有坐過嗎 我坐過啊 但是我是坐的時候 我按二樓就是我到天母 不是 沒有啦 看一下 看一下 沒有那麼扯 但是 但是我有 我有聽過 我們有一個學 學長 他八字很輕 然後他又是每天他都要大肆了 他每天都要騎後山下去 北投那裡 然後他就說他有一次是開車吧 然後他開車他就看到後照鏡 後座有人坐 然後他就不敢 他不敢他就不敢說什麼 然後就是 順順的載他載他 然後很像是載到 一個點之後 他就自然不見了 我也是會常常 大二的時候會常常下山 那個上山 所以我就是 我在那個 要上山前 就會等旁邊的摩托車 如果沒有摩托車 我就在旁邊等到油 再一起上山 因為我會怕我後座 欸哪天 後座怎麼也有人坐的話 哇 我會嚇死啊 雞皮疙瘩 一顆一顆都咧 啊我們有 有講到這個話你就可以了 對對對 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Eason Eason 呃 你的生活感覺上是蠻規律的 大學的時候就這樣子嗎 我大學就這樣子 就是 生活作息都很規律嗎 然後 他們就 不再來找我了 因為無聊嗎 就是覺得 就是他們要找我出去玩 然後結果 都不會去喔 我都沒有出去過 真的假的 都沒有出去過 他真的 現在你看到了他 已經比他大學好很多了 他大學是都不講話欸 真的真的真的 蛤 我進來之後 這才遇到 再遇到他我就覺得 欸Eason 沒有沒有沒有 可能劉志同就已經幫他大學大三大四 可能就開到好了 不然我大一大二的時候 我看到Eason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真的很安靜 然後 就是跟他開玩笑他也是 啊 就是你跟他講笑話還是 你會乾掉 你會乾掉 對對對 你就乾面 沒有他看起來很木頭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玩就是 可以聽他們 有一些 很瘋狂的事情 那我就報一個就是可以播的啦 不然你就 等了30分鐘 你們現在才講的重點 對對對 真誠佐是我 就是我大一進去的就是我們就是室友 然後 那時候我們是跟衛權的李凱薇 然後還有現在樂天 討厭那個朱玉賢的弟弟 朱玉琳 然後 然後我們就四個人一間 然後晚上10點的時候 點完明10點11點就是要睡覺的時候 我們房間都還是亮的 因為要 我們都是上鋪嘛 大家要在上面 所以學長就會 像凱薇他們就會說 欸 關燈 啊 真誠佐就是一個很叛逆的學弟 不聽話的學弟 他就會叫我 我就裝睡嘛 然後我們就 後面就想到一招 也是流傳到陳奕萱這時候 就是 我們就打給別人 欸 喂 陳奕 欸你趕快來我們房間一下 我跟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就很積極的衝過來 幹嘛 幫我關燈 然後就關燈 這招我被用過 這招我被真誠佐用過 真的 所以你有幫他關過燈嗎 欸 陳奕萱 快點啦 有事要跟你找你啦 我就想 因為我跟他不同間 我就開門 然後他就睡我 隔壁 隔壁隔壁隔壁間 然後就開門 我說陳奕萱怎麼了嗎 幫我關燈 我說 你找我就是找我關燈嗎 對 我直接傻眼啊 我就幫他關燈 我就被風險 那這是不是只能用一次啊 因為第二次 對對對 這只能用一次 除了打球 大學生活總是要上其他的課 有沒有什麼 上過的課 覺得自己 印象深刻 或是喜歡的 或是 很認真在上 有沒有 我覺得體操吧 體操 對啊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一些 柔軟度啊 然後什麼 滾啊 後空翻 我沒有到後空翻 像我就欸 然後什麼要滾啊 我有後空翻的影片 我就是很喜歡上體操跟跳舞 所以會後空翻喔 我不會 你會 我會啊 那個台剛熊英的吉祥物以後 有人可以處理 喔 那就我投完的時候 就叫我去穿那個 我就上去表演就好了 那你給我講一個 有沒有什麼 那個 其實我每一堂課都很喜歡 求生欲望很強欸 國音術啊 國音術 你 大學有國音術這種課嗎 哇 進的可能就是進去 然後 我們就會坐在最前面 坐在最前面 對我們就是坐在最前面 確定不是最後面 陳佐就是 就是 我們會先去教室啊 然後陳佐會問說 欸又點名了嗎 有點名他才會來 然後 欸老師我要上廁所 又出去 然後下課也如果還要再點名 他才會再來 他就是這樣 我們這一屆就比較喜歡籃球 籃球課 籃球課喔 可是打棒球 打籃球不是會影響嗎 所以就是 生命鬥士啊 就是跟 跟 跟自己拚啊 就是學長其實也會說 盡量不要去打籃球 對啊 但我們這屆的就 他們會跟那個 我們 遺囑的抱對 欸人家看到你們是 那個體育系的那個來 都會想要很狠的電影們 對啊 所以他們沒有在怕 因為他們都很強啊 然後但是我們就是看到學長 籌期這樣走上去的時候 啊完蛋了 等一下完蛋了 集合要撐著了 會被念 會啊會啊 因為打籃球太危險了 所以 這是不好的 前面爆料也爆料過了 然後 認真的也講過了 那 還有沒有什麼想要加碼的 有沒有還有什麼 喔還有一個 因為 大一嘛 剛進去新生 我們一定要 負責裝水 我們自己有20個人 啊大家都覺得 誰會裝誰會裝 結果有一天下去 我們全隊 那時候40個人左右 然後怎麼下去怎麼走 五桶水 五桶還好 哇他們就是 裝那個自來水 欸 自來水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也是這種心態 但是我們只有10個人 下山的時候 一桶水 哇學長腦掉 為什麼就一桶水 然後哇我們扎乾回去的時候 就被撐著 通常都要一定要七八桶 因為下山沒有水喝 那是大家懶還是故意的 就是 覺得別人會用 我覺得你會帶 他覺得他會帶 他一個技巧性 曾成佐在那邊 然後他就是 那個裝自來水的 哈哈哈哈 最後一個話題了 有沒有哪一個文化的學長 是你們那時候同學之間 彼此討論最多的 劉志龍啊 劉志龍 喔因為那時候獨國 對啊那時候我們進去 那個太狂了吧 所以是真的大家都 就是 很希望他能夠 有好表現的那種 對啊 那明紅那時候呢 其實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在台灣 有 20EU啊 然後亞警賽都在台灣 對 所以那時候 討論度最高應該是柏龍吧 柏龍 對 柏龍比你大 大兩屆 兩屆 所以你們是有同隊過 對 其實他滿 他就滿照顧 蠻照顧學弟的 尤其是我們 南部 南部的小孩 然後上去北部 對 他會特別照顧 對就會特別照顧 算是 不錯的學長就對了 對 瞭解 而且那時候他應該 也是正當紅的時候 對 開始 錫凱咧 其實現在打開直棒 看 隨便這樣看都知道 欸這文化的 這一定很正常啊 但是如果 如果 真的一直拿出來討論的人 像沒有 不會 沒有特別的 應該黏魚哥吧 應該是安可吧 安可 安可 安可比你大幾階 安可你也有遇到 我有遇到 你有遇到他喔 我一年級 他四年級 然後 那時候滿有印象 是那個什麼 就是 因為安可那時候不會在學校 然後他們就說 他不是文化的 為什麼他不會在學校 他是那個 中華大學 喔 就是一直在中華隊啦 嗯 就很強 然後 就也是很早看到他 好啦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那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 關注我們的 官方粉絲團 官方的 YT頻道 那如果想要了解 最完整的內容 可以聽我們的 官方Podcast 也有最完整的內容 可以讓大家收聽 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集節目再見 好 那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